我也想说一句 我也支持香港警察 现在你可以来东京打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脸 刚才看到了一个新闻 说那个被打的记者 傅国豪先生已经出院了 没有生命危险 然后我们也感到挺欣慰的 希望他能在家里安心的养伤 然后早日康复 然后长脸就想问问香港 你这帮青年们 你们不是要求新闻自由吗 怎么连记者都打呢 你们不是要求言论自由吗 怎么记者说了一句 我支持香港警察都不行吗 你们不是要民主吗 怎么这么接受不了 不同的声音呢 其实你们根本不懂 什么叫民主 殴打记者算什么新闻自由 殴打记者算什么和平示威 那么多人打一个人 算什么男人 是什么样的教育和人生经历 让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自由 比别人的自由高贵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必须 接受你们的观点 不接受我就揍你 民主自由和平示威 必须按照你们的定义来解释 是吗 自己都吃不上饭的废物青年 想要决定一个城市吃饭的问题吗 自己找不着工作 就想要决定一个城市的前途和命运吗 是什么样的傲慢给了你们这种自信 你们除了打杂使用暴力 你们还会别的吗 你们打了一个富国豪 但这还有一个 我也想说一句 我也支持香港警察 现在你可以来东京打我 现在你可以来东京打我 明镜丰不是用暴力 明镜丰不是用暴力